不知不觉已经十月底了 这个央视春晚也开始筹备起来了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每天都在念叨 那这部就在十月二十五 二十六号两天 央视就召开了 阳年春晚的一个座谈会 座谈起来了 就告诉大家 肯定会开出来的 不要在那猜了 肯定会有的 导演会有的 年三十晚上会有电视可以看的 那话说 去年这个张国立主持的春晚 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 接地气 对 反正就是 它有它那一挂的路数 总能让你有所记住 那不知道这次的阳年春晚 会有怎样的惊喜带给大家呢 好 根据央视官方微博透露的消息 此次召开的座谈会 邀请到了著名小品表演 艺术家黄红到场 虽然央视官方并没有透露 任何有关黄红 是否会参加本届春晚的消息 但是外界的猜测 这是很有可能是语言类节目 扛起阳年春晚大旗的信号 对于阳年春晚的各种细节 媒体已经开始广撒网了 但很显然央视导演组 至今都是守口如瓶 但有关各种阳年春晚的传闻 依然是不惊而走 其中林一伦就在一次采访时 不经意地 将哈文就是春晚总导演的信息 透露给了媒体 哈文导演的春晚我还真的是一次都没上 我也强烈地跟他发出了警告 不能再不让我上了 而去年登上过春晚的赵文卓 虽然对今年的节目毫不知情 但是却依旧期待 没有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虽然很辛苦 但是觉得做的是值得 与此同时 更有本届春晚将邀请金秀贤参加的消息放出 难道春晚导演组 是在看到李敏昊 在去年上春晚成功之后 想要如法炮制一遍 在央视官方微博上 一则网友投票 决定阳年春晚主持人的微博 也是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其中就罗列了 2013年和2014年主持过春晚的主持人 李勇 董青 朱军 毕福建 张国立 萨贝宁等 看来阳年春晚很有可能 让一批从央视跳槽主持人 重新站上春晚的舞台 娱乐星天地又是一年春晚事综合报道 好了 所以说这个阳年的春晚 真的还是让人掉足了胃口 特别想知道 到底会给大家呈现出一般什么样的景象 对 有哪些就是暂时告别一下的主持人 又紧赶慢赶 还是回来赶上这趟主持的车了呢 那就在这个大年三十晚上揭晓吧